好 背這個幹什麼啦 彈吉他唱歌 對 現在要訪問特別來賓啊 訪問特別來賓 特別來賓啊 為什麼背吉他 跟這個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啊 這兩位年輕人啊 是他們也背的吉他來 真的啊 所以吉他來我們就用吉他來對付 對付 他們就比一下到底誰比誰強 好 來 我們來歡迎這個江明雪 劉征 你看看 來頭不想 嗯 江明雪 劉 那個就念征吧 征 劉征沒有錯 這個江明雪熟了 太熟了 你好像感覺像這個新人 我聞到新人的氣息 他聞到點鐵秀的味道 三月份發片 什麼叫三月份發片 就是三月十號我的片子正式發出來 哦 三月十號正式出了唱片 對 現在剛好兩個月了 哦 才滿兩個月的新人 我是聽說你念過很多學校 對 像有新莊高中 還有淡江高中 算了 我現在不要提好了 很多高中就對了 為什麼會念那麼多 因為當初可能是 此次不容我 自有容人處 每次到一個學校 人家都覺得我不像在念書 都在玩 都像在教書 是不是 像度假 像度假 就是你的志趣不在那邊 對 你從小就喜歡唱歌嗎 沒有 從十八歲那一年開始 到明歌餐廳去唱歌 到今天 終於找對了自己的志趣 對 那你今天自己自備武器了 武器 這個吉他看起來滿漂亮的 還好 這多少錢買 六萬塊 台幣啊 台幣六萬塊 它的價值在哪裡 為什麼要到六萬 它價值啊 它這個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面板 一般吉他木頭的面板 是用木頭做的 它不是木頭 它是一種 比較創新的做法 它用石墨碳纖維 什麼叫石墨碳纖維 是一種材料 複合材料 算不算材料 講簡單一點 就是直升機螺旋槳葉 你想想 它的材料 那個不叫螺旋槳 那叫普魯佩拉 它那個字要很硬 是 所以 做得非常漂亮 所以它的聲音會比較脆一點 試試看聲音會多脆 很脆 我們的聲音給他聽聽看 多少錢買的告訴他 八百 怎麼這麼貴啦 六百 所以啊 這個 談到這個 兩位現在不管是不是屬於 同一個唱片公司 既然是以前都是唱民歌的 大家都是 算是同一個地方出道的 那這個就要分清楚了 兩邊大家都要分清楚 這樣子 我們以前是唱民歌的 對 你沒看他長了一副民歌的臉 民歌以前很流行那個布子有沒有 像民歌的布子 歌本嘛 你看這架式大家都夠 今天這樣子好了 這個觀眾朋友們來欣賞一下 你們的民歌 跟我們的民歌差別到底在哪裡 好 應該差不多吧 應該是差不多我想的 我們以前也是餐廳唱的 對 我們是後來被發覺 不太適合當歌星 就當主持人這樣子 你們只是適合當歌星而已 好 劉什麼 劉貞 劉貞 新人要多介紹名字 大家更清楚 來你們二位先表演 我們 唱一首木棉道 木棉道 來 以課為尊了請 唱一首木棉道 是首歌曲 歌曲 紅紅的花開滿了木棉道 長長的街好像在燃燒 塵塵的夜徘徊在木棉道 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 木面刀我怎能忘了 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 木面刀我怎能忘了 那是梦里难忘的波涛 好了啊 好了啊 来 该我们了 那是梦里难忘了 我来看 我们没有什么表情啊 你的表情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们的民歌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很乡土的你没感觉到吗 听着对 我听到你们唱啊 对啊 个人有个人的味道 对啊 对啊 这就是你们的民歌 我刚刚觉得鼻音很重 谁 你说谁 我刚刚觉得歌声的鼻音很重 就是你 就是特色 是啊 不是啊 这是 你的唱法 我们的唱法 或许有一天 大家融合一起来唱 也感觉应该蛮不错的 好 同志的这个 刚刚听到嘉明雪的歌声啊 果然是相当的不错 那刘正的歌声啊 我们 刚刚有没有唱的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 嗯 好像我不太能表现我的特色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大家也看到你吉他的功夫了 同志你的专辑推出了 想必也很多人听到 你他的外形啊 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谢谢 好吧 哎 你自己觉得 有没有信心对江南 有 有就好 我们也祝福你成功 好吧 今天谢谢二位的光临 江平雪 刘正